台上爱得轰轰烈烈,台下互相搞怪,肖战的内心让人猜不透。 人们常说的阴系生情,也许对于杨子肖战来说沾不上边,人们一直看好肖战与杨子的这对台上恋人情人,也希望他们在台下把爱情继续延伸, 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两个人在台下竟成为普通的搭档,在生活当中肖战从来没有像杨子试过爱余生这部偶像剧在剧情中跌眼起伏的甜蜜场面一直不断。 故事也是充满着相当的轻松幸福,看了这部剧之后,让很多的观众无不沉浸在剧情的幸福与甜蜜之中,大家也对杨子肖战这对情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尤其是杨子这位小姐姐更是美帝超群,典型的鹅蛋脸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一般,水汪汪的眼睛不时的还能显现出迷人的性感, 而且性格热情大方,活泼搞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台下杨子活泼好动,他对着肖战说,凡是名字中带子的都是美女, 此时的肖战,也是喜欢搞怪,顺口说出三个带子的名字,小猴子、匠子、子魔女都不是大美女, 这种场面没有丝毫的情人甜蜜,完全就像要好的朋友一样互相搞怪,令在场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有知情人也透露,他俩自从扮演甜蜜情侣之后,台下从来没有互相示爱。 有媒体采访了肖战,如果杨子成为女朋友合适吗?肖战回答说,如果杨子是童话中的白雪公主, 那么自己就是正在披荆斩棘的白马王子,这句玩笑话很明显地表示出,肖战并没有把自己比喻成真正的白马王子, 并且透露两人不可能在一起,或者是不容易在一起,其实有知情人早已透出,肖站在拍戏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像杨子是过爱,他的内心真是让人猜不透。 02.祝青好定档4月16日,女追男的老梗,袁冰眼眼的刘灵好会撩。 4月13日,古装电视剧《祝青好》为我们提前撒了一波狗粮。官方虎狼追爱预告曝光,女追男的老梗,袁冰眼眼的刘灵好会撩, 而且还给人一种古灵精怪,活泼可爱的感觉,大胆追爱的袁冰眼好虎。 《祝青好》是根据网络小说《我的锦衣》为大人改编而成,定档于4月16日,在爱奇艺正式上线播出。 该剧由袁冰眼,郑叶成主演,讲述的是古代中比较少见的女追男,暴笑爱情故事。 袁冰眼在《祝青好》中饰演的是嫦恶郡主刘灵,由古装霸道总裁之称。 刁蛮娇憨而且还霸道的刘灵,在偶遇道武功高强,冷峻锦衣为审验的时候,对其展开一系列的花式追爱。 袁冰眼不仅长相甜美可爱,而且气质更是温婉甜静,自他出道以来就演过不少经典影视剧,不过他塑造的角色多数是比较虐心的。 有老九门李红颜薄命的《民国丫头流离》中李千年情节的《楚玄姬》等,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看了心疼。 不过接下来袁冰眼终于改变戏路,为观众带来一部全新的甜宠剧《祝青好》,挑战娇憨霸道小郡主,搭档人气小生郑夜诚开启女追男模式,相信会非常受青年观众的喜欢,让人甚是期待。 而郑夜诚在《祝青好》中饰演的是闷骚,武功高强的美男锦衣卫沈宴,古装扮相的郑夜诚依旧是那么上镜,妥妥的一位翩翩公子,温润少年郎。 这扮相和身段,在影视圈里也是能排上号的。 从《祝青好》预告的内容来看,袁冰眼扮相依旧是那么惊艳,甚至比在之前在流离中的还要精致,而且该剧主打的是女追男的老梗模式,显然是以突出看点为主的。 尤其是袁冰眼在剧当中上演的花痴模式,估计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醉剧体验。 虽然只有33秒无剧情的预告,郑主的无处不在,沈大人的故作姿态,一个步步紧逼,一个欲擒故纵,袁冰眼,正夜成都非常可爱,而且看起来完全不油腻不套路,满屏幕的狗粮。 有网友留言称,袁冰眼演的流离好会撩,郡主虎狼追爱,沈大人不知所措的样子也太好刻了,迫不及待到16号了。 而且,在预告中不仅袁冰眼饰演流离好会撩,郑夜成饰演的沈大人更会撩,一句听话些,我今晚来找你被壁咚还被反撩,再来一个歪嘴笑,完全被拿捏了。 不得不说郑夜成的角色塑造力太强了。网友评价,郑夜成祝亲好李歪嘴笑好苏好迷人,被郑夜成的歪嘴笑给完全拿捏了,装简直太帅了,已等不及想看正片了等等。 众所周知,凡是女追男的剧情都是非常好刻的,而且该剧在叙事内容和选曲演员上,都努力实现了看点的最大化,袁冰眼正夜成组CP相信会引来大批的观众,就凭这一点,可能会使祝亲好成为爆款的前提条件。 对此,你们觉得呢?祝亲好定档4月16日,小伙伴们会刻袁冰眼,正夜成的CP吗?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